大家好我是小君 今天我录制这部视频是想说宠物片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宠物是什么来的 现在目前的版本宠物没什么用 只是用来卖门 至于宠物怎么拿呢? 宠物很容易拿 如果你种鸡 如果你养鸡的话 这些鸡 有时候养这些鸡的时候 拿鸡蛋的时候会有概率 拿到这些鸡 这些鸡就是宠物来的 宠物只可以带一个 举个例子 我带宠物鸡的话 他会在后面跟着我 他不会进化也不会饥饿 到目前版本宠物只是用来卖门的 那这只鸡怎么拿呢? 这只鸡很简单 拿鸡蛋的时候 收鸡蛋的时候有概率 就可以每次拿到这些 宠物鸡 至于羊可以拿到什么呢? 羊就可以拿到 宠物鸭 鸭 鸭鸭 收羊毛的时候 就有几率 或者概率 就可以拿到鸭鸭鸭 好的 就是可以拿到鸭鸭 收羊毛的时候有机率拿到鸭鸭 对 他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些宠物一律不可以下水 好 至于狗 怎么拿呢? 这只中犬 阿田 这只小狗呢 就是要收牛奶的时候 有概率 会自动拿到这个免费的宠物 清泉阿 就是发卖 发卖它就可以拿到油脂和肉 然后 总结而言 就是 收鸡蛋的时候会拿到宠物鸡 收羊毛的时候会拿到宠物鸭鸭 收牛奶的时候可以拿到宠物鸭鸭 就是这样了 这只蓝色的鸡 有概率才可以拿到的 不过概率非常小 收鸡蛋的时候拿到的 好的 至于这个宠物鸡 如果我跳上去 任何建筑物它会不会跟上来呢? 好 那我示范一下 答案是不会跟上来 不会跳跟着我上来 只会在下面等我 好 当我 当问题 第二问题来了 刚我下水的时候 宠物鸡 或者那些宠物 会跟着我下水呢? 当然是不会 去着我下水 我乘乱同胃的时候才会在水里 不过它会卡住 不会跟着我一起游泳 游泳 好就是这样了 好的 今天的宠物片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我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根本最大的动力哦 谢谢你们哦 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没有说 对不起啊 那件事就是 不是说错了 应该还有两件事没有错 第一件事是 这些宠物是没有上限的 你可以拿60只或者100只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可以拿1000只都可以 是没有上限的 到目前版本 宠物只是用来卖门 没有什么用处 而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一些特别的宠物 那你只好充钱 怎么充 用Google Pay 或者信用卡 支付 就充钱就可以了 拿到特别的宠物 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 是的按一下珍珠 然后按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这个 会员福利 按查看 好的 购买一次的话 就可以拿到50体力 你要购买15次这个礼包 才能拿到这个免费的企盒 就是说你要买38块钱 买15次 连续买15次 你才有资格获得这个免费的企盒 你要购买118块钱港币的15次 就是一千二一千三 大约一千五块钱港币的话 你就可以每费或者这个海炮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 简单粗暴 有钱就可以拿到的宠物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我个人建议 如果是平民玩家的话 或者像我这样没有钱的平民玩家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购买比较好 毕竟这只是游戏 所以别这么冲动 随便玩玩就好啦 而且这些宠物只是用来卖门 没有什么副作用 或者加食物啊 钓鱼绿啊 种食物 种这些菜园的时间啊 都没有这些功能和翻笋 都没有 只是用来卖门而已啊 所以大家不必追求得太完美的宠物 而去选择充大量的金币 就是金钱 就是这样啦 好的 今天的宠物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收看哦 我是小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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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